好 宜靖我們剛剛講 元宇宙的題材讓NVIDIA股價大漲 事實上這個全球的半導體市值 現在NVIDIA排名第一名 那過去五年它大漲了10多倍 很大的核心題材 都在AI以及元宇宙上面 是 事實上那個NVIDIA 它最近幾年非常的紅 除了說它的技術 它的產品非常好以外 一個很特別的原因是 它創造了一個生態系 它有一個很棒的一個策略 那我們就先講說 那個最近大概是幾一個月前 一兩個月前 就是說那個NVIDIA 在開年度技術大會的時候 那個我們在網路上都看到 他們的CEO黃仁勳出來 做了一段演講 蠻長的一段演講 那當時大家看那段演講的時候 大家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他在那邊講話 可是過了那個一兩個禮拜以後 大家看就是說才發現說 原來那段那個 那段影片呢 裡面那個黃仁勳事實上是個假的黃仁勳 對就這段影片 是是那個NVIDIA 利用他們的那個 繪圖卡的技術 還有AI的技術 製造出來一個假的黃仁勳 代替真的黃仁勳在演講 然後大家都覺得 好像被那個黃仁勳愚弄了 可是大家都哈哈大笑 因為覺得他們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我們就講說那個NVIDIA 它的那個產品跟它的策略是怎麼樣的 我們知道就是說要加快電腦運算的速度 基本上有三種那個主要的策略 第一種方法呢 就是我讓那個CPU的頻率加快 就是說讓這個CPU跑得越快 當然是我運算速度剛剛當然越快了 那第二種方法呢 是我用很多很多顆的CPU 幾千顆 甚至於幾萬顆的CPU 一起做一個運算 那第三種方法呢 是說我用GPU做平行運算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就是說第一個加快的那個方法 最普遍 最傳統的方法 就是提高CPU的頻率 那我們這個比較老一輩的科技人 我們都記得在二三十年前 我們那時候買PC的時候 一定會問說 這個是多少Megahertz 那時候有什麼133Megahertz 166Megahertz 然後那個每次Intel發表一個新的CPU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興奮 每一個人都知道這個什麼Megahertz 大家朗朗上口 那因為這個晶片上的元件越小 運算越快 然後這依照摩爾定律 就是運算速度 每18個月會增加一倍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都很在乎這些事情 然後Intel也變成說 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可是它的缺點呢 就是這種運算的速度 其實增加有限 那現在我們在買一顆新電腦的時候 我們根本搞不清楚我自己買的電腦 到底是多少Gigahertz 因為其實一般人都要用都夠了 可是你拿來做AI 或者是做那個科學模擬運算的話 又太慢 所以第二個策略呢 就是使用很多顆的CPU做平行運算 像之前不是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飛騰還有四星半導體 然後被美國禁運 那個事實上就是所謂的那個超級電腦 就是他們這種超級電腦用的架構叫做MIMD MIMD就是說同時就很多的CPU上面 它運算的指令都是不一樣 他們處理的資料也都是不一樣的 可能是CPU A的CPU算完以後傳給B B的CPU 然後B算完以後再傳給C的CPU 然後他們可能算完以後呢 C再又傳回傳給A跟B 這個事實上會變得非常非常複雜 那這樣的電腦就是說 那個它的優點是運算速度可以大幅提高 而且可以宣揚國威 像那個美國還有那個中國 他們都比賽說誰的那個超級電腦最快最大 那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很貴很複雜 那每一個都像一整個房間那麼大 而且最難最糟糕的事情是城市非常難寫 那第三種策略呢 就是用GPU做平行運算 那種這種架構叫做SIMD SIMD或者叫做SIMT 這種方式是說在GPU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小計算單元 他們在執行同樣的指令 只是針對不同的資料進行運算 那這種優點呢 就是它運算速度會大幅的提高 但是城市寫起來沒那麼困難 而且呢就是我們看那個超級電腦 真的是大了不得了 但是這個使用那個GPU NVIDIA這種GPU它做運算 我只要一個顯示卡 這個顯示卡就大概就這麼大 它就可以做平行運算 速度就可以提高非常非常多 那更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說NVIDIA它的GPU 實際上它做的不只是繪圖 我們通常就叫做繪圖卡 可是GPU其實就是繪圖卡的意思 繪圖晶片的意思 那NVIDIA的GPU它可以做繪圖跟動畫製作 也可以做元宇宙的那些3D圖像 同樣這些事情AMD都可以做 但是NVIDIA它因為它有這個平行運算的功能 所以可以拿來做AI的計算 可以拿來做比特幣的挖礦 還有很多的那個數學計算模擬 那NVIDIA就是利用它這個GPU就打造了一個生態系 就是它有一個軟體平台叫做CUDA 那這個在CUDA上面你要寫這種那種GPU的平行運算的程式 是相當的簡單的 那個NVIDIA它就是那個GPU它是要賣錢的 可是這個CUDA軟體是免費 你在網路上可以下載的 然後CUDA這個軟體呢 只能搭配NVIDIA的GPU使用 你不能拿那個CUDA去搭配那個AMD的顯示卡 那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我要寫 我要使用那個AMD的GPU來寫一個平行計算的程式 我真的不曉得從哪裡下手 這個實在太難太難了 可是如果我要用NVIDIA的GPU去做平行運算的話 那個第一個就是說它就軟體已經在那邊了 然後學校現在所有的大學裡面 教AI的課基本上都是使用CUDA 然後你到YouTube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免費的課程 如果你比較老派一點要去買書 也到處都是書 然後全世界所有這個最先進的這些研究 現在大部分都是用NVIDIA的GPU 那我們知道二三十年前 有所謂的Microsoft加上Intel的Monopoly 對不對 那時候是Intel做硬體 然後Microsoft就是做軟體 它聯合起來壟斷了整個科技市場 可是現在NVIDIA在平行運算上面 它硬體是它的 軟體也是它的 它也壟斷 它都壟斷 好 我們稍後回來